我们现在在台南的龙田酒厂这里 这里可以看到这一瓶一瓶的 全部现在统统这个酒厂 投入来生产75%的防疫专用的酒精 并且贴上了这个是防疫专用的 因为这个酒瓶过去是拿来做一般食用酒的酒瓶 所以特别写到了非公食用 怕大家混淆了 但其实现在在外面 这个消毒酒精是非常抢手的货品 甚至有的人很紧张买不到 那小英总统今天是到了龙田酒厂这里 来看一下下午后面的这些生产线 那针对菲律宾 用类似把台湾纳入的一中原则来禁航 让台湾人不能入境 总统说如果是政治的考量 那就要菲律宾好好的来删三思 我们来听听看 菲律宾的决策是基于防疫还是基于政治的考量 如果是防疫的话 我在这里要讲清楚 台湾的防疫情况非常好 疫情控制的也都很稳定 没有其他的国家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同时其实各国对我们整体防疫的情况也都很肯定 所以菲律宾如果有防疫上面的任何的考虑的话 我们也对于跟他们坐下来讨论 看看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 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 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也必然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 好那现在呢 这个滞留在湖北的这个台湾人 发起了一人一信 希望小英总统能够来救救他们 总统今天也说呢 现在的最高原则呢 就是把风险降到最低 把防疫等级呢 拉到最高 因为这样子呢 才能够来保护国人 他有听到了这些人的诉求 那至于呢 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目前这个疫情中心呢 正在眼里当中 希望能够找出这个最好的方法 以上是台南这边的最新情形